台南的這個魚群島最近團出 有超越人讓油棟糕加到胸 董博物館最近就加強油泡 當時也提醒民眾不可以吃 也不可以故意來調整再高 董博物館另外一早來到台南 魚群島來設置油泡去 要來抓油棟犬 魚群島的南天白紙 去衝浪客來調整 近幾年已經身為台南的觀光 生地 不過近期率落書團出 有衝浪客 就說得要到駕胸的意外 我距離他大概四五公尺吧 我只是在旁邊那邊做暖身 也沒有衝過來 就是我意識到的時候會被咬 就打破傷風就很正常 該怎樣就怎樣 我們昨天發在群組之後才發現 原來其實有其他女充浪客也被咬 對 然後她只是在那邊看海 看浪況 然後就狗就衝過來追她 就趕快直接下去 然後保護自己 然後就咬到腳 然後咬了她就狗就跑掉了 董樹林只是在沙灘裡面亂生 耍去由整棍的優動欠注意 當地裡面還發現 雖然哪裡牙狗群 是分佔北中南國處的憲法 這些流浪犬群有攻擊性 像現在很多學校這些小朋友都有辦戶外教學 都來森林裡面來走一走介紹這些樹種的問題 可是萬一如果這些流浪群如果 臨時性會會咬人的話是不是更危險 那目前我們會派員來加強當地的遊浪群管制 必要的時候會帶麻醉槍去進行捕捉 來確保遊客的安全 香港島的美地海海的緊織 是侵犯很多民眾的整容油漆 出現油棟欠加藍以外 不斷斷沒出宮條會先優補 如果是沒順利會出動麻醉親 必要免夠有上人的事件發生 在這裡有很多分但沒得